大俊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邱建仁 我的作品大部分就是在講影像跟繪畫的關係 這是我長久以來一直在關注的 因為影像其實在現代人來說是一個日常中最常碰到的 比如說像我們滑手機或是用電腦 我們不會像以往的繪畫來說 我們已經是還要做一個好像去寫生 或是要對一個真實的世界去仿造 而是可能去參照一個虛擬的虛幻的 或是一個數位的一個空間 這些東西現在已經充滿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所以我從一直以來我都是用 比如說我出去玩的時候 我會去收集一些旅行的一些影像 然後用記憶跟回憶的方式去回想或是發想 然後在畫面上去做創作 比較不會像一般的繪畫 它可能是要針對一個現實物 或是一個真實的景象去模擬 最近我比較讓背景的線索去消失 讓它的場景是更虛實的 做一個假想或是多程式 就是像我們現在最流行的電影 多重宇宙的那種概念 然後你會去投射一個虛幻的 不是讓你真的感覺說它是一個真實的 有一個世界的存在 而是它是一個更有想像力的 我為什麼做這個橫條的發想 是因為我其實像我最近的新作 也是在做一個非常長的一個劇俗的作品 我是希望它是有一個原延伸 但是我會讓它有幾個段路 就有點像說是 時空或是它連續性的斷層在上面 然後我的畫畫手法是用了更多的 所謂的自動性技法 像這後面這一大片白色都是所謂的 優化自動性技法 然後這個東西是 對藝術家來的考驗是說你的掌控力在哪裡 你如果去掌握它就不會像以往的繪畫 就像我們可能就是 只是用夾法一直在上 而是說你用你的身體去掌控 顏料流動 讓它的畫面呈現一個 更瞬間凝固的效果 那會是讓我想要讓觀眾有達到 它是一個有流動的時間感的畫面這樣子 這件作品就要尋找目的地 因為我們現在對於當代的繪畫來說 我們就是在找新的繪畫的可能性 我們作於一個繪畫者來說 我們會是想追求的東西 為什麼會用上下畫面呈現 就是有點像我們的植木畫面的概念 這個人是一個遠去 這邊的人是一個往那邊是觀望的 他的時空背景 我是讓他做的非常複雜 我會覺得說他們會有一個對話的關係 就是可能他看著遠方的人離去 或者是說他們就是 是一個很久以前發生的事情 然後這可是現在 他會有一個關聯性 所謂的畫面的故事性 就會產生在這上面 這個時空背景可能就是一個交錯的狀態 就會產生一些 你會聯想到你事成發生的事情 或是一個故事這樣子 我有三個方式去做 雖然說我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比較低彩度 有些我會用情感投射去決定說 我這張作品要怎麼去做處理 那個是非常的隨機 或是他是一個應變的方式 大部分的繪畫創作者 其實大部分大家都是用假髮 但是我很習慣用一個 剪法或是鏤空的方式 去做出一個虛的空間 他的空間可能是真實的 但是他人物可能是只有線條 但是他是虛的 但是他又實實在在的 可能正在發生一個事件 畫面上的背景又是一個不是很真實的 所以他在兩個交疊之下 你會發現說這件作品就會很像 可能是一個夢境 或是一個可能我們稍縱即逝的一個畫面 那這個東西是發生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因為我從以前到現在畫了 發現說其實我大部分作品 最後在於追求的東西 還是在事件上面 是一個詛咒 人物跟場景其實它都是可以不定性的去變化 這些都會在畫面上產生一些不一樣的感受 但是它不是像以往 會者會很直接說 我要給你一個畫面是一個風景畫 是一個金物畫 一個人物畫 而是今天是你觀眾會來跟我說 我似曾相似 我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是我會覺得說這個討論是蠻有趣的 我會覺得在我一直創作以來 這件事情一直在發生一直在產生 對那也是讓我一直在持續做創作的一個動力這樣子 我之後做的幾個系列我還是會延伸去發展 我剛好在年底在國美館有一個台灣雙年展 然後我會展出一幅長幅的巨型的 大概長到900的油畫作品 當然說也是還在籌備當中 然後就希望大家可以盡情期待 大概在11月初的時候在國美館可以看到 謝謝